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居然就剩正点欠了 赖罗阳不到试铁 身上的欠就划光了 吃完了这一顿 以后咋办了 九十五 好吃 你个鬼损 居然发了最后一顿饭 年轻人 看你好像有心事啊 是啊 按了兵 没忧了 人生叵测 看看点 按赖罗阳是为了招安阁 结果现在认得招不到了 连回家的叛山都没忧了 天无决人之路啊小哥 你看那里写的是什么 阿里斯县政杂役一名 需起格见状 吃苦耐劳 有一者每日四十正门前报到 你 你俩烟不是看不见吗 不用在意这种小事 好气派 那个 阿安 阿安是来应征咋一来 哦 哇 果然 近看真奇怪啊 当个杂役 还要靠外遇 真不愧是警秤啊 这个人好笑 你口音听起来太怪 哇 原来会讲管话 你老口音才奇怪的 好吗 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 陈 陈氏 闺人姿吗 这会以前韩字 外国字不会 这是啥地方 老方 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 钥匙拿着 你有仪器下去吗 我才不去 你指钱的人 都被里面的东西吓跑了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也不想知道 你要是想留下 就出去吃吧 你好运 关塔莎咬摸鬼怪 只要弄整多饭去 安 安平了 你 好 好 好黑啊 他 他弄安静了 你就是新来的餐 大乐性量啊 不知天高地厚的箱子 想活命 就给我滚出去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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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为了活命 才来着工作咧 明明都小的尿裤子了 那 那 那也不错哦 挺有决心嘛 那么 你可别后悔啊 喵 喵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必须让它喝下去 这 这 这这这 不要问我 我不想知道 我只是个传花的 给犯人的药 每日一次 每次一沾 哇 好香啊 这真的是药物 嘿嘿 瞧瞧地唱一口 没有关系吧 一发正哭嘞 二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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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麻痹了 咋办 安 安 安伟思吗 来人呢 救 救命啊 啊 救世子 这 这不是已经过世了 老娘吗 妈呀 你背得安走啊 哎呀 安侯现在就是在这儿工作呀 大鱼杂扬啊 啊 嗨 嗨兴 嘿嘿 活是不错 哎呀 有三仙无锦帽啊 安还在输用棋 不疑 哎 等等 这不是重点 娘 你还没有告诉安 安可叫啥 张啥样了 叫我上哪儿找去 啊 嫩哥呀 啊 嫩哥呀 怕张呗 恐是正合痒啊 暇呀 大哥 你才串肿了 是不是投喝我的药了 原来是缓卷吗 你吓死俺了 今天咋又生朕多饭 每一天都是萝卜 还切这么大块 你留着自己吃吧 那俺就不客气了 还真的吃了 这些对俺来说都是好东西 到了太可惜了 毛爷 宁国剧一定是过晚金贵日子人 看不少这些 明天 明天俺去给你找点逮柔来 赐欲 杂害日不迟 这位毛爷可整条尊啊 下次多数了试试看 加油 败在台湾的连老号码 赐欲 他竹岸坑吃萝卜了 真是太厚了 但是好疼 哦 同年九月 午后登机称帝 改国号为 周 年号天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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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要考虑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议 俺既然做了这个坎叔 就绝不能 让你个犯罪跑出去 竟然把钥匙推下去了 他冲出来 快死吧 怎么样 对这小子还满意吗 只是徒有些匹夫之勇罢了 但权杖他顽强死守 我到现在还是没逃出去呢 看上去的确是个可靠家伙 以后牢房这儿就不需要你了 但你在这里见到的一切 绝不能告诉任何人 否则 这便是杀身之祸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随行疏离 杀牙 所以刚才那些其实是 圣上今早已经把射书发下来了 停止吧 至召天水郡王李秉 父兄无道 无你当诛 但念其身职忠孝 须以戴罪立功 先为任大理寺少卿之职 指数如幼 无道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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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 王七 今天的折子都躺好了 请少卿大人过目 要进来喽 啊 交给安就可以了 你下去吧 我们要 哼 又失败了 新少卿上任快一个月了 到现在居然都没路过一次免 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别问我 我不想知道 菜鼠 也少情达一分饭 我来一条肉 不要萝卜 今天没漏 第一次见到这个疏离 我也吓了一跳 虽然声音和口音完全不同 但长得确实很像 太可疑了 他不是你招来当看守的吗 怎么现在忽然 不要喂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看着吧 王七一定要揭开这其中的真相 啊 早上 不方灶台下离奇被水浸泡 无法生活 谁干的 这好临时向附近的酒家订供 还要一份 刚刚不是已经有个姑娘送进去了吗 啥 这哪有姑娘啊 让你久等啊 太和楼外卖到了 要给好评呦 放肆 出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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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卿大人 哎 说 书下改死 让外人就这么窗进去了 起来 最近身体欠佳 一直没有与诸位见面 往今日起 与大家共勉 王七 灶台的水 是你灌进去的吧 哎 你怎么看出 我是男扮女装 不 不对 是怎么知道抽法的事 要不是早有预谋 你哪来的时间 穿成这副鬼样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每一天在外面探头探头 菜叔 交给你了 好可怜 大理寺机器 公共一职 休不日开包 最后一个 记得锁门 哦 我还是你咋皮肤好好 这种粗布不吸水 擦不干啊 这种粗布不吸水 回房间里想想办法吧 少青大人 该吃药 了 我还是你咋皮肤 你咋皮肤 放在壁肤上 你咋皮肤上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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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今天的车子 请少庆达人国母 你已经按我说的检查过一遍了吗 是 是的 这是什么 对不起 知错就去买宵夜回来 这是今天 天安的卷祖宫 安 安西市 好 好多次都不认识 刺语 少庆教我从今天起教你人字 上阳 为啥让个护人教安呢 我的关华比你好多了 只是考试太难 那么就让你体验下 我当年的感受吧 救命啊 救命啊 背不下来 呼吸出去 救命啊 正所以月黑杀人夜 风高放火梯 在这种地方手艺总觉得凶多吉少啊 别说了 别说了 王七 这 这种时候就不能说点轻松的事儿吗 好吧 大理事平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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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 我家从前养过一只猫 机灵得很 在二叔公过世的那天 他忽然就跳上灵堂 等等 这话题的走向 然后尸体就 王八蛋 坐起来了 混蛋 你惨记我 你们两个不好好守着 在这嘀咕什么呢 出现吧 大人 千万别进去 别闹了 都给我精神点 这几天 一桩的尸体被人动过 一定要查出来 是谁干的 有动静 拿着 谢来一药 这真的扎实了 真是被你们吵得睡不着啊 后半夜我还得赶攻啊 大理事五座 旁白 虚惊一场 你们出来吧 他俩早跑没赢了 瞧刚才吓得那熊样 真是笨蛋 解决就能使的 算起来 你过不许 会儿再认为 他能打进去 我脑子 无为 我说不不许 我会有小觉 你不许 你不许 云 我记得 你不许 我按下 你不许 这将军那又是个大将军啊 今五五六六将军 莫将老百灵参见上 将军不必拘礼 陈师看座 是 妖怪呀 原来是郡王大人 莫将失礼了 请恕罪 没事 习惯了 说起来 职场经师治安的京五位 来这儿有何贵干啊 实不相瞒 京城近日 出现了桩奇怪的事情 最近接连有好几个官员服务失窃 据说有几次 主人就在附近 一转眼东西就不见了 昨日我巡夜时 刚好遇到追出来的家丁 郎将军 那个大盗好像逃到这附近了 我下 我在沙场征战多年 本以为已经无所畏惧了 但那一瞬间 却赶到前所未有的战力 今天我还不饿 算你走运 他留下句奇怪的话 然后消失了 对 长得就是这个样子 此案非同小可 要在疑犯下次出手前抓住他 首先要查出他的身份 行踪和动机 不用查 这就是怪盗一只花嘛 大家都认识他 但要是能抓得住 也不会任由他四处围护人间了 他是搭青果人 单是官话将得非常好 安是行爱的 啥都不知道 那还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好吧 想不到进展这么快 那么下面 就需要找一个办事记牢靠 看上去又低调的人 去调查一只花的行踪 作为这里面唯一的正常人 就交给你了孙豹 这 这是在 夸我吗 五十七世 金武将军出巡啦 金武将军出巡啦 这 你慢慢走了 三十七世 ang 你慢慢走啊 你好 你慢慢睡啊 你可能睡啊 你快看 你可能睡啊 你不能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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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啊 你不睡啊 你可能睡啊 救救我 救救救我 救救我 救命啊 我的小子想合理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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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呀 这么忙啊 算了 大理寺主部催贝 是个运气非常糟糕的人 这要说有多糟糕呢 今天难得放假 你居然在加班 出去玩吗 不 我去买点心 你想吃什么 随便 反正我指明要买的 肯定都没货 也对啊 嗯 大概就是 喝凉水都散牙的程度 哦 不仅如此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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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次要招了 上来啊啊 提资 哎呀 倒了都可以啊 再说 又给我招呼了 别招水 哎呦 哪来的砖头 哎呀妈呀 马逢了 王财 你不能死啊 这煤宫的威力 所过之处 寸草不生啊 一休假反而什么都做不了 还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待着吧 少 少卿大人 不必距离 我就是来这儿乘个凉 我那么远干什么 回来 崔北 说起来 你家是柏林的名门望族吧 以前是的 但自从牵涉了几次谋反案之后 已经没有几个人还活着了 一定是我这个扫把心害的 无稽之谈 如今武士全清天下 朝野里哪个不是人人自危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不过 光逃避是没用的 不如尽力与命运一搏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孙报 你植花的案子调查得怎么样了 属下失职 现在并没有什么进展 居尾大人 对失窃的事 不是避而不见 就是讳莫如深 根本问不出什么 难道在隐瞒什么吗 有意思 如果从他们的关系入手 说不定有什么线索 这些人呢 私下里来往密切 算是朝中的一个小团体 你把鸡腿吃完再说吧 我们能等 怎么发现呢 喳喳都掉桌子上了 管他们之中最活跃的徐尚书 却并不在名单当中 别拿他擦嘴啊 刑部徐尚书拜见 什么 刑部尚书 徐有才 时处突然 老夫只能贸然拜访 尚书大人见外了 有什么事情尽管讲 居然没被绍卿吓到 高官大员就是不一样 闭嘴 这是青草贴在门口的字条 老夫 似乎也被那个大刀钉上了 一枝花 发出犯罪语告 今晚 在徐府布置人马 定要请住这家伙 是 老爷 他们都到了 不知道对方想通什么 但总之 有劳你们盯烧了 先尽可能预设一下 窃贼的目标吧 陈石 这里的珠宝玉器 由你看守 是 孙宝 阿里巴巴 你们负责名画古董 是 王七 既然你自告奋勇的来了 今晚就提尚书的千金 睡在这儿吧 我只是来看热闹的 大人 万一出了什么事 我会替你保命一辈子的 什么事 说清楚是什么事 远落间 就有我在屋顶监视 奇怪 都这个时辰了 他怎么还不出现 难道是声东击西 倒是徐尚书 在这种情况下 还四处走动 也不怕被贼人 糟糕 撞我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尚书大人 已经深惊半夜 为何还在院内穿梭 回答我 很凄净啊 年轻人 老夫这么做 当然是为了 找到我想要的东西啊 哈哈哈 可见了 想抓住我 再过五百年吧 你竟然能跟上我的速度 看来 又认真起来了 既然你穷追不舍 就需要怪我 总经科的了 不要乱动 虽然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绑着他 但不把东西还给我的话 尚乎先进的命 正没了 想不到在上面转一圈 最后又回到徐府了 还拿王妻当人质 简直狡猾又无耻 可恶 本来不想结外生枝 但事到如今 飞飞 咔 神仙都躲不过的脚下一滑 就算是道歉 也罪不至死啊 这一下 威力也太大了 少卿大人 徐尚书被打员在房间里 已无大碍 他偷的居然是奏折 事到如今也不隐瞒了 这些是老夫准备弹劾 求神纪将军的奏书 什么 我叫皮顺 是徐尚书府上的杂役 是啊 去外面守着 别让家眷进来 是老爷 但与此同时 我也是秋神纪将军 安插在徐尚书身边的眼线之一 一枝花 失手了 咱们现在只能一不做二不休 绑架徐尚书 逼他把东西都交出来 大哥 我都听你了 混蛋 小声点 大理事的人出来 今夜之事 非同小客 去立即回禀上级 告辞了 徐尚书好像跟出来送客 就先来 这下咱们可立功了 快点 先把他眼睛蒙上再点灯 大哥 咱们好像保错人了 居然抓错人 你是猪脑袋吗 你是你先喊动手的 还不是你先说 尚书大人出来了 我才信 你俩眼的怪我这一只眼的干脑 最好快把我放了 或者至少离我远一点 否则就会发生 很糟的事情 老他 看 看吧 别开过来 他进我准没好事 轻则破财 重则丧命 所以你还是放我走吧 等等 换句话说 你就算什么都不做 也能干掉任何人吗 大概吧 发财 所以是大人的思绪 嗯 好吃 嗯 总结的好像忘了点什么呀 走 少庆 大事不好了 一直划了尸体不见了 什么 立即随我去区府 是 那尸体居然在重兵把守下失踪 四处找遍了也没有 徐大人你别捣乱 先穿上衣服好吗 别这样 老夫毕竟在刑部也有几十年了 你们看这块血迹 显然尸体并不是被移走的 更像自己爬起来走掉的 乔将军 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 失手了还想来要抱着 瞧瞧你那狼狈样子 别总让我在后面替你收拾烂摊子 一只花 罢了 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银子拿着 就 就这么点 但如果接下来 还有肉吃 那就另当别论了 哈哈哈 数日后 啊 崔贝不见了 虽然他总时不常的在外面出点事 失踪个几天 但这次未免也太久了 我都要忙不过来了 你是因为这种事 才拖到现在来报告的吗 我 还有这个 这是最近坊间秘密流传的小册子 乌与神教 这是个啥玩意儿 城里现在有不少人在拜乌云神 只要信徒发了愿 神就会替天行道 降罪于他们的仇人 其实是相当明艳的 你一戏 不过是些骗子装神弄鬼罢了 让金武卫把那些人抓来便是 烧情大人 最近城里转了出了磕多事 金武卫已经忙翻天了 压根浪将军还从安门这儿 借走几个认来 光是昨天收上来的案子 就已经这么多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现在人手紧张 查案这件事 只能由我亲自走一趟了 陈石 背马 此事恐怕和失踪的摧背 是直接的联系 你得把他们打穿了 我这个就像显示人 又自己打穿了 呗 那是什么 没有很成功 少庭大人 要低调 您这组已经很不低调了 你又打起来了 快去看看 快去看看 我一块儿去 我读过求拜一生 我相披靡 今天就来见识一下 你这家传的打斗棍法吧 少庭话 看这儿 传箭 还有 可乐 惊愚 vulnerability 咱们改日再战 躺斩成功 为什么每天都有人在我店里 闹事大浪东西还不没钱呢 还以为什么呢 大人 开那儿 乌云神教 受于天气 乌云神教中弟子 恭迎教主归来 教主 您受伤了 别管 你们都离我远点 教主神威 太和楼这次再也无法通我们酒楼竞争了 请您收下这点小小的供奉 不必 我留着钱没用 你不如拿去救济穷人 这 教主真是菩萨心 弟子谨遵吩咐 当我脑子坏了吗 谁会分对那些穷鬼们 老爷 老爷 大事不好了 咱们的后院着火了 整栋楼都烧光了 老舅说过跟着我不会有好结果 你们就是不信了 菲菲 这些事果然和你有关 跟我们回去 我恐怕回不去了 对不起 是吗 是吗 那就只能强行把你押回去了 一开始我被人胁迫去帮他们复仇 牟利 没有谁最后能逃过恶运的反噬 哪知道铁儿走险的人越来越多 既然越拿越挨 我也不用再内疚头 赵 赵晴大人 看他头顶了五蕴 一 打变得嫩打了 但你们不一样 我现在这个样子 已经不能再回到大理寺了 那就更不能留你继续维护人间了 开刀 危险 兵过来 快 快 崔碑 可算让我找到你小子了 你知道现在积压了多少案子吗 你今天要是再不回去 我就别过路了 那些案子都是你惹出来的吧 就是要给我嫌乱 小妈妈小妈妈 老子还要泪通铁了 一直在这逍遥自杀 王七 他刚才就这么直接冲进来了 对了 这两人一直同来同往 却从没出过市 难道 王七完全不受乌云的影响 我现在就要带他回去 没意见吧 竟然把乌云都给打散了 据本台报道 随后金武卫前来盛世残局 多数教徒行松不明 仅在附近的树壳房顶上发现几人 此外 被王七打散的乌云 小心翼翼的又聚拢了回来 但再也没长大过 真是可喜可贺 据本台记者发会的报道 后来在洛阳城里 又兴起了一种 叫做白猫神椒 别跟着我 别跟着我 各位姐 非同小库 我们必须来给为你武汤擦手自己 做了一 首先 我们要塑造一家生文 尽重和动机 不用擦 这就是拐道一字华嘛 大家都认识他 但要是能抓得住 也不会任由他四处围护人间了 他是大清果的人 当然他管话说了可好 我是新来的 我什么时候都不晓得 哦哟 根本哪能也干了干理这气氧了呢 嘿嘿嘿 哦 根本是 想不到进去嘎嘎 根本就无计 而他就要行一个白日踢落靠 快让只有低调人 去调入也知乎我心中 他会给理想为一个生长人 根本就搞不懂了生不 真是在 垮我了 我是五色十男叶 我是Mr.son 我是超级柴政 我是玉琳 我是天韵小小 我是狐狸 我是粽子 我是黑兔 我是袖子 我是胖了了 我是夏末 我是娜娜 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 大理寺全体工作人员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吃月饼哟 天上月圆人团人 一家为转圆着边 我吃月饼哟 我吃月饼哟 尘词 开饭啦 多加萝卜不油肉 哎呀 早落呀生午饭弯 回家的盘缠用尽 把两个烧饼冲击 哦 哦 耶 他家即可 pagar了 cow 谁还要按了管几雞 简直是没有偏心 生气 小兄弟不要回心 生活总不会绝情 大理寺也找 仨历 只要你两个人自担心的也可惜心意走四季佳人选下去 新来的看手听的别他尽量为我只剩余 罗罗多好吃浪费对何时生计不容易而绝不放弃 太与彩鱼虚水平长天不清雪有情 河上披荡青蛮梨 便是红颜落不齿 暗天有大风回许 便又生心事喜剧 天使开饭了 作家萝卜不由辱 哎呀 早落呀生物翻弯 回家的半场涌进 把两个烧饼冲击 哦耶 他将不按了烧饼 还要按了关机机 简直是没有人心 生气 小兄弟不要混心 生活总不会绝情 杂力死也找杂力 哦耶 只要你两个人自担心 他也可惜心意走四季佳人选下去 醒来的看守听特别 他心肝为我只剩余 哦耶 多我多好吃 浪费对客是生机 不容易啊 绝不放弃 才与才与才与虚须睡笔 朝时无情却又情 马上琵琶 行万里 天使和年龙不吃 暗停远把风回许 天有生性是机械 要是在我手里 过来就蹲下去 行啊 就可以 须取一个杂意 看和本王作对 算你完成终定 留你一条小命 喂 以后牢房这儿就不需要你了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随行疏离 最后我歪歪举举 今天就配肉给你 多吃菜不出为C 哦耶 菜叔 这边的下水道也堵了 一家为文章的心 我什么都不记得 只不过觉得它香 哎哟 每天都大饭总派 还要我检查卷动 这日子好艰难 哦耶 为什么都是错字 小爷爷不见曾荫 今天的万里美容去死 谁也别想听 这书房大人他秒抓无不尽 谁也 小提克拉金 说他可以请 每天多短短就是走你 有脑别闹脸 我真的非常努力了 别让我学阵子 我就给你一种吃 谁给你肉吃 我可是堂堂消极 无聊桃架幻想 听话才有肉吃 我可是堂堂殻地 爱是什么 我可是堂堂消极 我可是堂肥想 都不谓 我可是堂肥想 你本没有 我跟小 갖고 都不肥想 我可是堂堂平 时光如旧城醉心流 酝酿胭脂带色眉头 情出足将军年少都谋可眼流 拼礼心愿回归时候 谁的深夜竞逐重楼 你心谋 灵灵风生如苏伦英雄 那些大马长街千般的风流 不换了个一双坏手 隐末的温柔 悠悠岁月子守候 烧情 载 轻日空暗和石碧 陷阱 命运剧 彼人风影终将散 此案非同小可 要在一犯下次出手前抓住她 不用查 这就是怪盗一只花吗 大家都认识她 但没人能抓住她 她是搭新果人 单是乖化将得非常好 啊 爱是亲爱的爱是啥都不知道 天天没肉 其实爱心跟陌生高楼 平时其实不愿说仇 无奈何 不愿多些笑容 愿成狗 那些低头抬头众人的守候 无所畏惧你的空过 无所畏惹梦 一生怒为一心愿 沙心愿 在一心愿 今世古暗和石碧 天天 迷剧 说仇 时光 爱 和 雪 别 千万 你一句 彼月 复兴 终将散